哈喽小朋友们你们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跟你练老师一起学画画 今天呢老师要教小朋友们画一个房子 画一个很可爱的房子 怎么画呢 还记得老师说我们拿出一张纸 要把它折好吗 对折再对折 之后我们会得到一个这样的十字 之后呢 以这个中心线为中心 我们开始画画 这样就不会画偏对不对 这个房子的第一笔呢 是它上面的top的顶的地方 顶我们应该怎么画呢 首先我们要在这画一个横线 老师以这个竖线为中心 在它的左边一个点 右边一个点 好 然后把它们两个连线 不直也没有关系啊 不用特别的直 没关系 好 之后呢 在这个房子的下边 老师要画一个斜线 这样 好 这个就是房子 房子的顶 之后呢 老师要在这儿 以这个中线为中心 大概这个位置吧 然后呢 给它画一个 哎 这样 一边一个 这样的样子 之后呢 给它顶上给它画一个烟囱 烟囱怎么画 就是在这样上面画一个两个树 两个树上面呢 画一个这样的圆形 圆形上面呢 这给它画一个小圆形 是不是 这上面还冒着烟呢 是不是 然后我们可以这样 哎 随意的画一个 这样的形状 就说明这个房子在冒烟 然后在这个房子的下边呢 我们可以给它 哎 沿着这个形状 我们再画 一条 粗一点的线 然后这样的连上 哎 就相当于把这根线加出 加出之后呢 我们再给它画一个树线 这边也画一个树线 那么是不是这个房子呢 基本上就出来了 好 我们给它画一个门 门怎么画呢 就是老师的这个中心线 在中心线的地方 也是 左边一个点 右边一个点 然后把它连上 连上一根线 连上之后呢 把它往上拉 画一个树线 看啊 看好老师啊 这样画一个树线 跟它连上 画一个树线 其实长一点短一点都没有关系 之后老师又画一根横线 哎 是不是一个正方形呢 在这个正方形的上面 哎 老师画一个半圆 这边也画一个半圆 哎 这是不是一个小小的 像长方形一样的 在它上面老师画一个圆 圆怎么画 是不是也点点 都是以这个树轴为中心 我们这样点点 然后画一个圆 上边也这样画一个圆 是不是 然后呢 在这个圆外边 我们给它加一圈粗 加粗一下 哎 加粗之后 是不是我们得到了两个这样圆 中间给它画一个十字 这就是一个窗户 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窗户呢 下面是一个门 门呢 那我们得有一个门洞 对不对 门洞就这样一个弧线 哎 这样弯下来 就是一个门 在这个门呢 这个地方老师可以给它画一个 哎 这画一个小圆 是窗户 下边呢 也可以画一个 然后门呢 得有一个门铃 或者是把手之类的 对不对 好 在这个方块上呢 我们可以在它的旁边 哎 这样画一个弯 画一个弯 门 我们可以使它 这个门变得更漂亮 是不是 然后这个门的下面呢 我们可以给它画一个 哎 再画一个这样的弧线 这样的像半圆 然后还可以再画一个 这样 我们是不是连着画了两个呢 之后呢 我们在它的左边给它画一个窗户 右边画一个窗户好不好 窗户怎么画呢 很简单 我们就是用一个 哎 用一个这样的弯弯的 像画门一样 是不是 弯弯的 然后给它画一个弧线 下边呢 给它再画一个这样的弧线 然后再画一圈 就是这样 一圈一圈的画 是不是 窗户也是 窗户我们可以给它画一个 这个十字 哎 这就是一个窗户 右边呢 也是 右边呢 窗户也是这样 像老师一样 哎 给它画一个 像门洞一样的 然后给它连在一起 然后下边画一个这样的圆圈 然后再画一个这样的圆圈 之后画一个十字在中间 好 我们这个房子是不是很漂亮了 好 我们在它的下边给它 从这开始画上 哎呀 漂亮的 漂亮的小草 这样 这样给它画上 好 这样画上来 画上什么样的线段都是可以的 好 然后我们给它 这个房子呢 真的很漂亮 周围都是绿地啊 什么的 是不是 我们现在呢 再把它的屋檐美化一下 怎么美化 我们可以用我们学过的波浪线呀 对不对 如果小朋友喜欢其他的线也可以 画上直线也可以 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给它画上 哎 这样的波浪线 这个房子呢 基本上老师就画完了 但是如果小朋友喜欢 也可以在这画个花 花怎么画 一个圆圈 之后呢 这样一个半 两个半 三个半 四个半 五个半 都可以 然后呢 可以给它这样画上 画上它的镜儿 也可以 我们在这里 也可以再画一个 小一点的花 都可以 或者是呢 我们给它画上小草 也可以 如果不喜欢花的 画上小草也可以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 给它画一个 两个树下来 然后呢 画一个这样的 也是用我们的 curb线 可以画一个 这样的小树 老师之前画过一个 这样的树 是不是 都是可以的 如果小朋友 喜欢蓝天 白云 也可以在上面加上 它会变得 这个房子 就会变得更加的漂亮 如果我们画上 都用这种 curb线 好 老师教过之前画 怎么画云 是不是 我们画上云 然后呢 给这样 也会很漂亮 如果小朋友觉得 我不画了 我太累了 那我们就不画了 不画也是很漂亮的 好 现在老师的这个房子呢 就画完了 现在我们把它涂上颜色吧 好 老师呢 用一个 新的 这个有一点 orange的这个颜色 涂在这个里边 涂在这个波浪线的里边 小朋友们可以选 自己喜欢的颜色哦 老师呢 用了一个 这个颜色 这是 橙色的 好 这个地方 也是同样的 用橙色 之后呢 老师用一个 黄色 小朋友们涂的时候 一定要慢一点啊 不要涂出去 因为如果线稿画得很好 涂出去就不漂亮了 是不是啊 好 橙色 上面也是用这个 yellow 黄色 这个小烟草呢 老师也用这个颜色 黄色 这个地方 烟草中间呢 老师用一个 红色 也是一个橘色 但这个橘色呢 这个是橘色 好 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画成什么颜色呢 我们画一个 粉色 老师把它画成粉色 老师把它画成粉色 这个两边 两边用什么颜色呢 老师还是用一个橙色 诶 这个窗户呢 就这样涂一下就可以了 不用把它全部都涂上 就是把它这个勾一个边 然后这样 就可以了 之后下边呢 我用一个微微深一点的 这个棕色 涂在这个下边 还有这个地方 老师也用一个棕色 之后还用刚才这个颜色 把里面涂上 好 老师呢 用一个红色 涂在这 然后用黄色 涂在这 小朋友们可以选任何自己喜欢的颜色 然后这样 好 继续用这个棕色 来涂下边 从这个下边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 这个门的里边 然后用这个橙色 这个门里边勾一个线 好 这个门呢 就涂完了 之后老师现在要画外面的这个 这个 小草 选一个略微深一点的绿 在这个门口 如果小朋友喜欢大面积涂呢 可以把下边都涂上颜色 老师呢 是这样涂上颜色 这边也是 这边 就是这样涂上颜色 而然之后 我们下边的头 在这个中央里边 这样子 要来看一下 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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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小朋友喜欢大面积涂的话呢 可以把这个下面全部都涂成这个绿色 或者是画其他的东西在上面 点缀一下也是可以的 之后老师把小花花涂成红色的 就一个红色的小花 然后呢 只有一个红色的仙 是黄色的边 这种小花 远处呢 还有一棵树 这棵树呢 是淡绿色的 然后它的树干呢 我们可以给它选一个 稍微深一点 好 这样的 我们也可以把 上边的这个烟囱帽的烟 给它 涂一下颜色 让它变得亮一点 好看一点 好 之后我们也可以把白云涂一下 这个云呢 我们可以给它涂上蓝色 好 之后老师又选一个稍微深一点的蓝色 跟它搭配 然后涂这个地方 老师还画了一个白云 对不对 所以呢 我用 还是用蓝色 把这边也涂上 如果小朋友想画太阳啊 或者是更多的云朵 也可以在这上面加 还有就是这个下边 如果小朋友喜欢呢 可以陆续的给它再加上颜色 比如说我用了一个深色 然后我可以过渡一下 下边呢 用一个浅色 因为 如果同样都是一个颜色呢 会没有层次感 所以如果深色呢 可以跟这种浅色搭配在一起 比如说这样 就有一个深浅 或者是呢 会有一个过渡 下面呢 可以变得颜色更淡一点 都是可以的 因为 这样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渐变的过程 如果颜色越来越淡的话 会有一个渐变的过程 好 我们这样 把它 一点一点 涂满 因为大面积涂嘛 所以我们快一点 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它不会涂到外边去 然后我们深的地方呢 如果觉得这个过渡的太少了 我们可以再给它加一点 我们可以美化它 不断的来美化它 好 这边也是一样的 我们也可以一点一点的 由深到浅的来过渡它 好 我们再换 另一只淡色的 其实柴笔呢 它的过渡 不是特别的好 一般如果是用 化水粉化 或者是其他燃料的话 这个过渡色呢 会过渡的很好 我们可以 很清楚的看出来 但是这个呢 它就会看 用彩色笔画呢 它就会看见这个交际线 好 在最外边呢 我用一个 更浅一点的颜色 其实我用了三四种绿吧 不知道视频看出来的效果会是怎么样 能不能看出来 然后呢 好 我们给上面也略微的美化一点 好 到目前为止呢 老师的这个房子呢 就化完了 不知道小朋友喜不喜欢它呢 如果小朋友喜欢的话 请记得给老师点赞和订阅吧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一期的视频更新了 好 我们先到这里 下期再见吧 收睇 四十五 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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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十五 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